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從台灣 來到南半球 南半球的哪裡呢 經過太平洋 經過澳洲 來到紐西蘭 那整個面積呢 是台灣的7.5倍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先來講解 北島的完整的8天的行程喔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 北島的地圖喔 大家都會覺得說去紐西蘭呢 要玩南島跟北島 但是其實北島也非常的有特色喔 人家常常說紐西蘭是 活的地理教室 為什麼這麼說呢 南島的部分呢有豐富的 冰河地形 有峽灣 有高山 那北島的話呢 有豐富的 火山地形 有地熱 有間歇拳 那甚至有火城 火山湖 等等的 那這次呢跟大家講解這個行程是完整的北島的8天 午夜的行程喔 那8天午夜呢 會分別住在哪裡喔 我們搭乘的是華航的班機 直飛 從台北 飛到了 澳克蘭 中間會停一下澳洲 那到達澳克蘭之後呢 第一個晚上 住在澳克蘭 待一個晚上 隔天呢 隔天呢 會住到 逃坡湖區 住在湖邊的飯店 之後呢 會帶大家到 羅圖路瓦這個 北島 最大最大的 觀光盛地喔 會待三個晚上 欸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 都在北島的地方 那大家會說 欸 在北島這個地方呢 我需不需要坐很久的車子 不用喔 我最長的車程喔 就是從澳克蘭到羅圖路瓦大約是三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啊 你看八天五個晚上 最長車程只有三個小時 所以大家會玩的輕鬆又自在 講完住宿呢 讓大家知道這行程是非常悠閒不拉車不趕路之外呢 接下來要來看看我們包含多少的門票景點喔 這全程呢 是沒有自理餐的 所以呢 不需要在額外 自己花錢 去 自理餐啊 等等的 那另外呢 門票包含的非常多喔 包含的門票呢 價值有四百多塊紐幣喔 包含什麼門票呢 第一個 帶大家 去體驗 天空之塔 是 南半球的 最高的 最高的 景觀塔喔 那 可以 禁收整個澳克蘭的風光 禁收眼底喔 塔高三百二十八米 去景觀塔上面看看風景啊 那第二個 北島有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叫做 皮特傑克森 那有一部電影喔 叫做 魔戒 跟哈比人 那有一部 有一個場景 在哈比屯 這個地方 在 是真的 實地拍攝當時為了這部電影打造的場景 會帶大家進入到這個場景 裡面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去呢 走到場景裡面 那 大家通常到那邊都會瘋狂的 開始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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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真的深入場景裡面之後 你會覺得 真的到了魔界當中的 中途世界 好像轉個彎 就會看到哈比人走出來 那最後呢 到哈比屯 最後的 一站 會到那個 綠 綠龍客棧 會讓大家品嘗一杯啤酒 那甚至最後 還有一個 東加里洛國家公園 也是紐西蘭第一個 被設為 國家公園 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 那 魔界裡面的 末日火山 也是以這裡的 呃 瓦瓦 瓦瓦山 作為場景 對瓦瓦瓦山作為場景 那整個 北島的行程呢 除了不拉車 不趕路之外呢 門票包含得非常豐富 除了 好山好水 那帶你去看魔界場景之外呢 當然 也有 紐西蘭 很多羊 很多牛 這樣的農莊體驗 那我們帶大家到 皇家 愛哥頓 牧場 有一個 五星級的剪羊毛秀 為什麼講 五星級的剪羊毛秀 因為它是整個 紐西蘭澳洲 最完整的 羊毛秀場 為什麼講 它會介紹整個 紐西蘭19種 不同的 羊 會把你列在上面 然後帶大家 去農莊體驗 跟這些 羊駝互動 可以親手 味道 這些可愛的羊駝 親手 味道 可愛的羊 然後帶著它們的拖拉機 最重要的是 它會體驗到 當地的 原住民文化 毛利人 帶大家品嘗到 它們最傳統的 毛利傳統 的 風味餐 還有毛利的歌舞表演 然後剛剛還有提到啊 北島還有很豐富的 火山地形 地熱地形 有一個 普提亞的 毛利文化村 裡面除了有 毛利的 以前的聚落 帶大家去看 以前的聚落之外呢 其中還有一個 很棒很棒的 普突戶的 噴泉 最高呢 可以噴到30米 這麼高喔 而且每個小時 可以噴到兩次 所以這些景點呢 門票通通包含在裡面 還有一個地方 南半球獨有的 螢火蟲 曾經被評為 世界 八大奇景之一喔 帶大家走入 地底下的 中辱石洞 坐著小船 進去 會到伸手不肩 五指裡面 看到就像這圖片一樣 滿滿的 都是 螢火蟲 這個螢火蟲 跟我們台灣看到的 螢火蟲 不一樣喔 台灣看到螢火蟲 是會飛的 那這個螢火蟲呢 至於是什麼 原理造成的 跟著我去紐西岸 你就知道囉